準備包粽子 浸泡糯米 一桶接一桶 86歲的李媽媽自己搭了車來 粽葉抓出四個角 老人家還是很有手勁 這粽子不會散 除了手藝傳承 也讓晚輩們體悟了道理 我稱我們的香肌有四肢咖 很穩 然後在去藥的時候會帶動更多的師姐 包括來洗粽葉 整理帳單 幫忙送貨 一天上千個粽子 從五月中旬累積的愛心 只為響應全球共善 援助烏克蘭難民 大愛新聞之上美之工周慧文 夜秀煉林朝宗 台北報導